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羅凱 我今天要來跟大家 介紹一款手機遊戲 前天在聖傑的頻道 就看到他有介紹 他是一款大陸的遊戲 我很喜歡玩生存阿 合成類型 機靈類型的遊戲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嘛 Minecraft阿 然後或者是Steam上面的 Don't step 或者Stop all 這些遊戲都很合我的胃口 所以我就花了90塊下載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這款遊戲呢 就是歸家意圖 遊戲的故事背景是這樣子的 在戰爭的區域呢 有一個父親 他在戰火當中跟自己的女兒失散 所以他必須要踏上漫長的旅途 然後去找他的女兒 你可以看到遊戲的主角呢 他後面背著一個拖車 跟一般合成遊戲不一樣 是你不會有個窩 你不會建造你的房子 你沒有一個基地 你必須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那拖車代表什麼 拖車代表是你的一個家 你可以升級你的拖車 藉此來解鎖更多的合成物品 拖車同時也有負重在 然後你可以在拖車上面組東西 製造出更多更多的武器等等的 在遊戲的部分呢 總共分成四個大關卡 每一個大關卡下面會有一個百分條 然後後面會有一個BOSS 在不斷的追著你 如果他超過你 或是追到你的話 遊戲就結束了 遊戲呢 是才橫向 單向移動的 只可以往前走 你不會往後退 你可以選擇走路的方式 或者是跑步的方式 當然跑步對於你人物的屬性消耗 是比較多的 看到左上角這邊呢 分別是心情值 飽足度 然後還有你的水源 對 你現在會不會猴渴 那當這個值超過90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額外的BUFF 比如說你肚子飽的時候 你會額外增加攻擊力 你的水源充足超過90的時候 也會有BUFF 心情也是如此 就是會有一些經驗值上面的加乘 我自己的建議是 這些數值呢 你要盡量讓它高 因為比較高的情況下 有BUFF的情況下 你會越玩越順 遊戲還有一個 屬性跟類似天賦數的概念 每一種屬性呢 分別代表著不同的事情 這些屬性呢 在升級的時候我都會獲得 最常遇到的問題 應該就是負重的問題啦 我覺得遊戲的屬性配點是非常有趣的 因為它會影響到 遊戲隨機事件的成功率 這個遊戲 很特別的地方是 除了開頭跟預設的魔王關卡以外 中間出現的東西是隨機生成的 那 例如說 你可能這次玩 你會遇到很多很多的水源 綠洲 可是你下一次玩 你可能就遇不到水源綠洲 那這些隨機器呢 都考驗著玩家 對於生存上面的準備 資源上面的調配 每一個遇到的NPC呢 你都可以和他們交談交易 乞討跟戰鬥搶劫 那交易呢 就是以物易物 通常都給你一些垃圾啦 可是 就像抽獎 有時候會遇到很好的 乞討呢 是依靠自立職的 裡面有一個職業是 乞丐 如果你選乞丐的話 你乞討 你的心情不會受到影響 剛剛有提到的事件都是依照這個 你不同的屬性 會對它的成功率有所影響 對 比如說敏捷就會影響到你在打水啊 或者是你要偷在蘋果啊等等 力量呢 你可以撞門啊 你可以解開一些 你需要力量的東西 這個這樣子的設計呢 跟 龍與地下城這樣子 TRPG呢 有異曲同工之妙 不同的屬性會影響 對於事件的判定 對 我覺得這個東西很合我的胃口 你可以當一個就是 敏捷超級高的角色 對 但是相對你打人可能就不通 或者是你智力超級高 我就曾經玩過智力超高的棋棋幹 看到人就乞討 就算那個人很難搞 你一樣可以跟他要東西 那感覺其實是很不錯的 由玩家來決定 他想要成為什麼樣子的角色 這是這種遊戲的一個精髓啊 再來呢 是遊戲的這個故事背景很特別 第一關的大魔王 我如果沒記錯 他是一個拿電鋸的大魔王 你在遇到他的時候 他會跟你講很多很多話 這個遊戲呢 我覺得他反諷了很多 戰爭層面的一些事情 比如說他是反叛軍的統領 那他為什麼會反叛呢 他裡面有講到一些 我覺得後勁很強的話 他就說 有錢人 賺了很多錢 然後把大量大量的水 倒在游泳室裡面 把大量大量的食物 拿給他們的貓狗吃 而 在他們佔區的這些難民 卻沒有東西吃 這個世界上 本來就沒有什麼公平的事情 你只能夠靠自己的力量去爭取 所以他成為了反叛軍 我聽完他這個話 我直接想加入他 如果有可以跟他同盟的選項 我就選了 但是 沒有啊 只能跟他打一家 那打完他之後 他就跟你說謝謝 這樣子 每一關的大魔王呢 其實都蠻有特色的 他們都對戰爭 有一些暗喻跟諷刺 在這個遊戲裡面 我還記得 到了第三關 還什麼時候時 你會 那時候已經到達難民營了 不好意思劇透一下 因為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特色 一個特色 我可以必須講 第三關 到了裡面的那個難民營之後呢 沒想到會被難民打啊 你知道被難民打的原因是什麼嗎 就是 你進到他們的林地 他們覺得有太多的難民跟乞丐來到這邊 已經影響到他們國家 因為你是從一個國家到另外一個國家去 所以他們不讓你進來 會對他們國家造成負擔 裡面又有一個問題是說 如果 是你的國家的話 你會願意收留這些難民嗎 我覺得 這個遊戲 小歸小 一個小品遊戲 它反映了很多現實中戰爭的殘酷 在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特別的有感觸 我覺得這是這個遊戲 充滿魅力的一個地方 這遊戲的死法也有很多啊 就是 有可能會被人家打死 它不會渴死啦 你口渴的話 你會扣很多數值 然後你會一直扣血 我最常死掉的方式就是 沒有水 然後死掉 因為水可以做一些高級料理 可是 缺點是 它雖然可以補你其他數值 可是水的補充就不夠 所以給大家一些分享 就是水 真的還滿重要的 這個遊戲呢 有重複遊玩的一些特色在 就是 你可以收集明信片 在遊戲當中 有很多圖片裡面的東西 是可以點的 你到民宅裡面 你隨便亂點那些衣櫃 點後面的壁畫什麼的 有時候都會出現東西 出現蘋果 出現食物 對 遊戲當中呢 也提供了很多 有巧思的小遊戲 例如說 遇到一個木箱 你必須要對準一個鐵條 你才能夠解開那個木箱 還有 你會遇到一個愛賭博的賭客 然後他會跟你賭 賭你身上的東西 對 這些巧思都很有趣 還有你在 遊戲過程當中 拿到的玩具 那些玩具 你可以打開背包 拆解成你需要的材料 隨機的 有時候是螺絲 有時候是金屬片 什麼的 但是如果你留了這些玩具 上面的敘述是 心情假意 可是其實沒有那麼簡單 如果你把這些玩具留著 你到第二章以後 你會遇到一種小孩反叛軍 這些小孩反叛軍是在戰鬥中 戰爭當中 被訓練成為反叛軍的 然後很有趣喔 你可以拿你背包裡面的玩具 然後去誘拐他 跟他講說 這玩具給你 然後我們不要戰鬥 你不覺得 這樣子的巧思很棒嗎 這個遊戲裡面的所有東西 都有它的存在價值 對 這就是一個合成遊戲的經典 我曾經玩過一款遊戲 叫做 傳送門騎士 它 最糟糕的地方就是 你收集的這個材料 它1到10關 第11關開始 這些材料可能就沒有用了 因為它是低級材料 但是創世神為什麼成功 就是 你拿到的所有東西 都可以在未來做應用 這個遊戲也套用了相同規則 你在一開始拿到的雜草 跟石頭 它都可以不斷的被使用 你一開始拿到的水 未來也用得到 合成遊戲的經典就在這裡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遊戲呢 依然分成很多很多的難度 那不同的玩法 搭配不同的難度 你每一次玩都是一個崭新的體驗 那 也是要講一些這個遊戲的缺點 第一個呢 這個遊戲的進行速度很慢 就是 你的人物有走跟跑 沒錯 我大部分玩的時候 我已經全程都開始跑了 可是要從第一關打到第四關 還是要花 可能兩個小時要吧 那對於 有在工作的人來講 這樣的時間其實有一點久 而且畢竟就一直在走路出發時間 走路出發時間 有點反覆啊 我覺得這個反覆性的過程有一點攏長 畢竟它一開始就是設計 就是你有很多職業 你可以重複地去嘗試嘛 那 如果它的事件影響大一點 失敗率大一點 那 回收風險高一點 這樣子的話 我們有可能會輸 有可能會贏 可是 每一次的過程 不用歷經太久 我們可以反覆地體驗這個遊戲 而不是一直去重複那些 比較不有趣的部分 然後這個遊戲的 怪物種類也是有一點少 你無非就是看到一些狼狼狗狗啊 遇到強暴啊 敢判軍啊 然後守護者啊 守護家園啊 就是差不多這些東西啦 喜歡這種遊戲的話 你可能在前三天 你會非常熱衷於打開這個遊戲 並且多探索這個遊戲的 樂趣所在 所以 90塊來體驗這樣的一個故事 跟大家了解一下這樣的玩法 體驗一下這種生存的感覺 我是覺得還蠻值得的啦 這款遊戲呢 在今年已經有繁體中文版了 所以在語音上面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就推薦給喜歡玩生存啊 核存類型的遊戲的玩家們 你們可以試試看 OK 今天就是推薦這款手遊給大家啦 我是羅凱 我每天晚上六點半都會發布影片 如果你喜歡我的創作內容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Facebook 那我們就明天見啦 掰掰 精録的影片 的遊戲 也是最初的戰魄 你不可能在相機場ности 對 말고 失禁ASE 感谢观看